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很有可能也是因为我确实不重要 不值得这些朋友们浪费资源去把我怎么样 但是我依然还是要感谢 哪怕这个感谢被一些人给我扣上一丁五毛的帽子 我也要感谢 因为我不能用我所反对的方式去处事为人 我们不能做指责别人的时候毫不留情 而轮到自己却处处有理的那种人 意识形态化的极端主义是我所反对的 这就像我曾说过的 我们不能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反对共产主义 我们不能以一个新的暴力代替一个旧的暴力 我们也不能以一个新的独裁去代替一个旧的独裁 这没有意义 也没有好处 其实我不是一个激情者 相反我是一个足够冷静和隐忍的人 但是这不代表我没有激情 那这种性格呢 让我在过去的这些年啊 可以说从我懂事以后吧 或者说从我思考以后 青年之后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思考了很多很多年 这个问题对我人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包括我的人生选择 我的信仰选择 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人的价值 什么是人的价值呢 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起初我思考这个问题啊 我仅仅是考虑到我自己 随着我接触到人和事物的增加 尤其是当我有机会比较深入的去接触到中国的社会 不同的阶层之间的人 他们不同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的时候 我的这个问题曾一度变得非常的模糊 因为人 不同的人 是不是应该被当作不同的物种来思考呢 我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 也许有朋友会嘲笑我怎么会产生这么荒谬的疑问 可是我觉得这一点也不荒谬啊 因为在我曾经接触和现在正在接触的不同的人群当中 这些不同的人群 他们无论从饮食 语言 知识 健康水平 社会存在度 等等等等 各个方面的差异 都可以大到 我们可以认为他们不是同类 也许他们只是在生理结构上还相同 那表现为不同群体 不同阶层的男女 他们还是可以相互结合 生育后代嘛 这就是唯一的 我当时认为的可能是 他们的共同点 因为人与动物之间是不可能孕育后代的 但是我听说 仅剩的这么一个普遍性的共同点 也有人正在试图去改变它 那就是当代的生物技术 可能对人的改造 顺便说一下 我认为生物技术对人类这个群体 最致命的改造和伤害 不是医治人的身体 也不是更换或者升级人的器官或者肢体 而是干预人类的生殖繁衍 因此我就想 会不会我们按照现实的情况 公立的方式 将不同阶层的人化为不同的物种来看待 更好呢 我真的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把不同的群体的人 认为他们是不同的物种 可以吗 我们可以试试 这就要寻找一个样本 要不然你怎么去推理呢 你怎么去试呢 对吗 那么说实话 秦以后的中国 并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奴隶制 但是美洲大陆 他曾经经历的奴隶制是很近的 而且也是非常完整的 甚至古希腊的奴隶制 都要比同时期的周朝的奴隶制完整得多 之所以我说他们完整 就是因为他们的社会 有明确的两个平行共存的群体 奴隶与自由人 在美洲大陆呢 就更加明显 是民主共和制下的公民与奴隶两个群体 在同一个社会的共存 而且公民群体与奴隶群体 还有着鲜明的生理上的特征 就是肤色 那这就大大的不同于古希腊城邦 和周朝的那种奴隶制的差异了 那个时期的奴隶 有很多 它是同族的囚犯 或者近亲族群的战俘 至少它不是一个可以在 以生理特征上去区别的群体 所以北美的奴隶制呢 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 可以参考这么一个实际的例子 那我们呢 也就是可以去 拿这个例子去试一试 怎么试 做一下理论和现实的推论和推理 因为在北美这种制度下 我们可以近似的认为 我指的是当在北美奴隶制的时候 这种制度下呢 我们可以近似的认为 人这个物种 在那个社会环境下 其实它已经被分为了 至少两个物种 而且纵观历史资料 以及通过当下 美国人口组成的分析和推断 我们可以知道 在奴隶制时的北美 你不要说黑奴与白人的通婚 是非常罕见的 实际上黑奴与白人之间 发生性关系的情况 都是非常少的 因此在300年前 黑人与白人 共同繁育后代的情况 那更是十分罕见的 这就更加说明在当时的社会 作为群体的白人 它不是把作为群体的黑人 当成人来看待的 它是把它当成一个异类的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社会 这样一个国家 在他们宣布独立建国的时候 全是一群白人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奴隶主 组成的这么一个大陆会议上 他们却在为这个国家所撰写的 出生证明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说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正自明的 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段话呢 是著名的美国的独立宣言中的一段话 这几年我提过好几次了 今年的7月4日又快到了 所以今天又把它提起来 他的起草人托马斯杰肥逊啊 是一个一生享用奴隶服务的大奴隶主 他起床有奴隶服侍他洗漱 他出门有奴隶服侍他穿衣被骂 甚至就在他于1776年 那个炎热的夏天 在费城的旅馆里面 闭门三天全神贯注的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 他身边就有他的奴隶 在照顾着他的饮食起居 那他是怎么想的呢 他为什么不说自由人或者公民生而平等 或者英国公民生而平等呢 为什么他去掉了所有的定语 只说人人生而平等呢 我在这里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有些不太了解历史的朋友 可能并不理解这在当时的重要性 和这在当时对人们的一个震惊和震撼 可能有人说 人人生而平等是很平常的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在当时来说 发动美国革命和主张美国独立建国的人们 他们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蛮人 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英国公民 而促使他们发起美国独立运动的起始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作为在殖民地的英国公民 他们认为自己的公民权利 没有得到英王和英国议会的尊重与保障 最著名的就是当年乔纳森牧师所说的那句话 叫无代表不纳税 因此他们起初争取的是 他们作为一个英国公民的权利 而不是争取的独立的权利 甚至他们反对的是英国议会 但并不反对英文 所以关于美国历史 我觉得如果要真的讲 可以讲很多 但是呢 今天主要不是讲美国历史 所以放一放 所以我们从上面这些历史背景可以看出来 当年杰斐逊写下这句话 去掉了所有的定语 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那么据说呀 在杰斐逊写下这段话的时候 确实也考虑再三要不要加定语 最终呢 他的理想与良心战胜了他所处的环境现实 他去掉了他试图想加上的所有的定语 他去掉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应该加上的所有的定语 只写下了人人生而平等 那顺便提一句啊 他使用造物主 而不是上帝这个词 也并不是随意的 这是考虑到了当时北美基督徒中间不同神学观点的最大攻略数 那另一个佐证呢 就是杰斐逊所起草的独立宣言原稿啊 他其实有很大一个段落是关于废除奴隶制的 但是在递交给大陆会议的五人起草小组审议时被删除了 因为富兰克林等人很清楚 如果在这个时候倡导废除奴隶制 不要说独立宣言本身不会被大陆会议通过 就是大陆会议本身都会立刻土崩瓦解 奴隶制这个问题 是当时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于是我就对这个独立宣言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因为这里有我思考问题的答案呢 人不同的人到底应不应该被当做一个物种来思考呢 来看待呢 如果不同群体的人不能被视为不同的物种 那么我们非要将它视为不同的物种的话 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今天我就把我从独立宣言 于人类历史中得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与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人无论是不同阶层的还是不同群体的人 或是任何形式的不同群体的人 都不能被视为不同的物种 先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造物主 就是上帝 表现为人的感性和同理心 那后天的原因呢 是因为如果我们使不同群体的人为异类的话 即我们认为某一个群体的人他非人的话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很有可能导致人类的自相残杀 以至整个人类的毁灭 那么至少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那我们要避免这种自我毁灭的结果 这是人类的理性的表现 我们就不能将不同群体的人异类化 那为什么说我们如果将一个群体的人异类化 或者非人化 它会有可能导致人类自我毁灭呢 因为无论是不同阶层的人 还是不同族群的人 他们都可以顺利的完成 这个词就不太高雅了 他们都可以顺利的完成性交 或者繁衍后代 那就更不要提语言很容易互相学会了 对吧 也就是说人群与人群之间存在的利益 利害的关联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这意味着 一旦我们以某一个群体为歧视对象的话 一旦这种歧视上升到仇恨 一旦这种仇恨上升到杀戮的话 我们就无法也不可能达到一个终极的目标 即完全的消灭掉这个族群 在当今这个社会啊 我们可以最终消灭狗这个物种 猫这个物种 猪这个物种 任何一个动物的物种 但是我们无法最终消灭某一个人类的群体 除非我们把所有人类都消灭掉 那么假设我们试图消灭一个种族 我们是不是要消灭这个种族 与其他种族关联的混血后代呢 假设我们要消灭一个阶层 比如贫困阶层 我们是不是要消灭曾经的贫困阶层 未来可能的贫困阶层 或者贫困阶层的富裕亲近呢 那如果不能 其实我们就无法避免杀戮的无限扩大 杀戮的无限的延续和被报复的可能性 那如果我们无法避免杀戮的无限扩大 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昂格鲁萨克逊人决定消灭亚马逊丛林中的一个部落 那么在当今这个世界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部落一定会有在这个部落以外的血脉遗流 也就是这个部落一定有人 在你去消灭这个部落的时候 他并不在这个部落里 那你要不要把它找来杀掉呢 那么这个流落在外的这个部落的后代 有很大的概率 会与部落以外的人结合繁衍子孙 那你要不要又把它的子孙杀掉呢 那么他的子孙也有不小的概率 与昂格鲁萨克逊人结合繁衍后代 那你是不是也要把你自己这个族群清洗掉呢 所以在理论上来说 以血统种族为维度的将人群的异化 非人类化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世界 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所以我看待种族歧视的问题 我看待这个不能将人群种族异类化的问题 我并不是从一个道德的角度去看待 或者说我不只从道德的角度去看待 因为它本质的原因是功利的不是道德的 是因为它有功利的原因的前提 人们才会有道德的思考 我是这么看待的 如果倒退一千年 倒退五百年 你灭掉一个种族就是可能的 你单纯的灭掉一个种族是可能的时候 那么你对这个种族歧视 它就不可能被消灭掉 你这个歧视就不可能没有 甚至种族屠杀就是比较普遍 这个我们看过历史都很明解 那么这就回答了 为什么今天的文明变了 今天的文明不允许人们去搞种族歧视 搞将种族人群的异类化呢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个逻辑 因为当今的世界流动性大大的加大了 种族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了 这是我认为的本质的原因 所以我们不能种族歧视 不能将其他的人群异类化 是因为我们要维持人类的生存 并不是因为人类高尚 是因为人类要繁衍存续下去 那么在文明文化这个层面上 如果我们将人群去异类化又会怎么样呢 说实话确实会好一点 但是它也必须要有所控制 我说确实是会好一点 是文化的歧视确实比种族的歧视 带来的伤害要小一点 但是它也必须有所控制 我们简单的看啊 西方的种族主义 它就可以认为是一种一血统 种族上将人群异类化的表现 那么咱们中国历史上的华谊之争 和当代中国社会的这种阶层的歧视 地狱的歧视 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文明文化上 将人群异类化的表现 那么这种将人群在文明和文化上的异类化 它又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让我们再做另外一个假设 如果我们认为富人异类化穷人是合理的 也就是说富人不把穷人当人看 这事假如说是合理的 它会怎么样 如果我们认为官员异类化平民是合理的 也就是说官员不把老百姓当人看 是合理的 这事又会怎么样 其实这个实验啊 就简单多了 因为中国历史 其实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只是我们很多人身在其中 不知其然 更不知其所以然 首先我们看贫富 贫富是个相对概念 如果富人可以将穷人异类化 那么富人本身还可能被比他自己更富的人异类化 而穷人即使在最固化的社会当中 它依然有上升为富人阶级的可能性 无非就是100个里面有一个成富人 还是1万个穷人里面有一个成富人 但是理论上可能性是有的 那么同样 再富的富人他也有家道中落 沦为乞丐的可能性 那这个可能性其实比穷人变成富人的可能性还要大 那么这种异化就不稳定了 在这个循环当中 他就没有我们刚刚提到的 那个以种族血统为维度 去把人群异类化的循环更稳定 和那么更清晰的具有分别的界限了 因此这个循环一定是一个斗争不断 斗争激烈的循环往复 那么在这个循环当中呢 他就会造成一个现象 他就无法产生稳定的阶层 每个阶层都没有安全感 我指的这个无法产生稳定的阶层 是在一个历史的维度下 你说你这一年稳定了 你两年稳定了 这个对一个历史来讲太短暂 太短暂了 那么这也是这个循环不能产生贵族的原因 其实坦白讲 我认为现在的西方也没有真正的贵族产生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我告诉大家 因为没有奴隶就没有贵族 我再说一遍 没有奴隶就没有贵族 请大家自己去体会 所以人类的道德败坏 其实是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 那么正是因为人类的道德有败坏 所以我们才要更大的去约束我们人类的行为 我指的是人类这个族群的行为 那么官员异类化平民的效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也就是官员不把老百姓当人看会怎么样呢 其实与富人异类化穷人的效果是一样的 因为它都是基于财富与资源的不同 去把人群异类化 但是官员异类化平民会带来一个更大的社会反应 和更大的社会现象 这个现象就叫革命 而且是暴力革命 而且是暴力革命的循环 我想大家对这个 尤其我们中国人对这个 应该是非常的理解 甚至是深有感触的 那么我想当年杰斐逊 主要是考虑到了上帝造人的先天真理 而我今天主要谈的是后天人的理性 我说的是杰斐逊当年说人人平等 他主要考虑到了上帝造人的先天真理 他也应该是考虑到了后天人的理性的因素 但是我今天呢 更多的是想谈的是 后天的我们理性的思考 我们必须要人人生而平等 我们不能歧视 我们也不能将其他的群体 种族也好 阶层也好 异类化 这是我的一个思考 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啊 中华民族 三千年大一统以来 人几乎就是生来不平等的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祖国建国近百年以来 绝大部分时候 绝大部分时间里 其实人们也并不幸福 并不自由 那或许有人反驳 说你说的不对 我很自由 我很幸福 如果你的反驳是真心的 那我真的为你高兴 我也非常欣慰 因为那是我所奋斗的目标 那说明你自由 你幸福 这样的人越多 其实越好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能够反驳我的人 越多 其实我也越开心了 我以前啊 还专门讲过 幸福这个概念 为此我还专门谈过一次 应该不止一次 西方和东方的政治哲学 和政治理论 那么我说呢 无论是西方 还是东方的政治哲学 和政治理论 都是将追求国民是否幸福 来作为衡量政治好坏的最高标准 也就是说你这个政治制度 能让你的国民 最大限度的获取幸福 那么你这个体制 你这个政体就是好的 如果你这个政体不能为大多数人 谋求幸福 那么你这个政体就是坏的 所以政体的好坏是可以区分的 并不是不可以区分的 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明确的 就是文明只有差异 没有好坏 但是政治制度是有好坏 那么我呢 也说过 我非常认同啊 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提的让人民幸福 是政府追求的目标 以及人民的幸福 是最大的人权 这个说法 但是问题是 目前看 这也仅仅就是个说法 它不是个事实 那么我的折腾 说了这么半天 就是要回答朋友们 我为什么要折腾 我的折腾 就是我希望 以我红毛般微弱的力量 去填补这个差距 这个说法与事实 之间的差距 你可以说 我是在追求 先贤胜者们的思想 你也可以说 我是在响应 中国领导人的号召 这些对我来讲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如果我的努力 能让这个差距 变得小 那么一点点 我认为就是值得的 三年前 我告诉大家 不要记住我的名字 不要记住我是谁 只要我的话 对大家有点价值 就足够了 一年前 我说我是个垫脚石 也甘愿做个垫脚石 这些话 都不是说说而已 这些都是 我的所思所想 和我真正所做的 我不是个理想主义者 我讲了 我不是个理想主义者 相反 我还蛮现实的 因为人是活在 现实社会当中的 但是我也确实 有我自己的理想 朋友们 因为上帝造你我 和上帝造杰斐逊 华盛顿 蒋介石那些伟人 都是一样的 我们与生俱来 具有了自主意识 因此 虽然我不是个理想主义者 但是我还是个 有理想的人 我的理想是什么 我也讲过不止一次了 那么 借着今年的7月4日 July 4th 我再讲一次 我的理想就是 为使包括你我在内的中国人 能有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权利 使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 能实现文明幸福的社会目标 而努力 我觉得这个目标 比伟大 比强大 比复兴 都更温馨 也更高尚 关键是 它也更现实 我为我所追求的理想 去奉献我自己 我觉得我还挺开心的 也是值得的 当然 它也是很辛苦的 但我所奋斗的这个目标 它不是我一个人的目标 朋友们 是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目标 我们这个民族太大了 太大了 它就有一个坏处 那就是虽然作为个体成百上千万的华人 它可以移民 可以被其他国家 其他民族或好或坏的融合与容纳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和民族 可以融合或者容纳 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 无论从空间资源上 还是从文化上都做不到 那么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 如果我们自己不养活自己 如果我们自己不让自己过上幸福的生活 没有人有能力能帮我们实现我们的幸福 而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不实现 向现代文明 向幸福的跨越 那么作为我们这个庞大民族一份子的个体 其实你也很难去掉 你属于这个民族的标签 就是Chinese 华人 就像非美国人到今天 他们都去不掉他们黑人的标签一样 我们比他们其实更难 我必须再说一下 我说去不掉黑人的标签 可能有朋友会说 这句话是废话 颜色能改吗 很抱歉 我这里说的黑人 有一定的历史 政治 文化意义 不止的是肤色 这不但不说明独立宣言这段话过时 这更加说明独立宣言这段话 它有很强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普世性 但是我也很清楚 实现这个独立宣言所宣称的这个目标 其实是非常难的 而且在过去的几年的经历告诉我 它其实越来越难了 而不是越来越容易了 但是越是难 不就越有必要去付出吗 越是难 你我的付出 不就越有价值吗 它总要有第一例沙嘛 何况你我并不是那第一例啊 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够 叫巨沙成塔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 没有开始 没有那些被海水冲走的沙子 做铺垫 就永远不可能巨沙成塔 永远不可能固沙成石 就永远不可能填满这个海嘛 所以垫脚石它是必要的 它是必须的 我希望大家能理解 我的心情 我也希望大家能理解 我的愿望 我们有很多朋友啊 他很羡慕美国 觉得好像美国是得到了上帝的祝福 哎呀 短短二百年 这么美好 这么伟大 我们先不说美国有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那么伟大 我在这里呢 虽然我讲了 我们不是讲美国历史 但是说到这呢 我就带领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美国的历史 让大家体会一下 美国走向现代文明独立的过程 有没有这些朋友想象的那么简单 有没有这些朋友想象的那么幸运 我们来看一看 1585年 北美第一块殖民地建立 1732年 北美第13块殖民地建立 历史150年 开荒了150年 1754年 英法战争爆发 在美国 它叫印第安法兰西战争 1775年 独立战争爆发 1776年 独立宣言发表 这个时候 据北美第一块殖民地的建立 200年了 1783年 独立战争结束 签署巴黎合约 1787年 制限会议 1788年 第一次总统选举 美国正式的 由邦联 转向联邦 1861年 南北战争 1920年 美国的女性公民 拥有了选举权 1965年 美国的黑人 和其他少数族裔 有了公民选举权 自美国第一块殖民地建立到1965年 大概400年 400年 而中国的辛亥革命至今有多久呢 10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计有多久呢 70年 朋友们 急什么呢 急得来吗 我们常说自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也常说自己是一个长期辉煌 短暂落后的民族 其实在我看来 这都是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 圣经的传道书中啊 他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已有的事 后必再有 已做的事 后必再做 日光之下啊 并无心事 我建议我的同胞们 能用更开阔的眼光 看待世界 看待自己 300年前 我们的天下 只是今天的中国这么一个范围 今天 我们的天下 就应该是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尺度 谁又能保证 未来我们的天下 不会是一个宇宙的尺度呢 我刚才带大家 简单的回顾了 美国过去400年的历史 我想告诉大家什么 我想告诉大家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不是想告诉你们 我们也要再等400年 也许我们再等4000年 我们也等不来 我们想要的东西 但是也许我们去努力 4年 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谁知道呢 只有上帝知道 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们要记住 生而平等的权利不是靠他人施舍来的 是靠我们自己争取来的 这才是上帝对人的公平 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 与幸福 靠谁呢 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在这个问题上 我也曾乐观的认为 或许我们至少可以有一半 靠美国 靠西方 但是现在看来 也许当我们完成99% 他们可能会在最后的1%的时候 帮我们锦上添花一下吧 谁知道呢 但是绝无可能他们给我们雪中送炭 绝无可能他们送给我们99% 我们只要做1%就可能 因为中国太大了 因为今天的中国也太强了 没有人敢帮我们 没有人能帮我们 很有可能也没有人愿意帮我们 坦白讲 指望着西方社会 指望着外部 帮我们中国人民实现幸福的生活 帮我们中华民族实现文明的跨度 不现实 还不如指望着我们自己 还不如指望着包括你我 包括体制内的人们在内的 我们中华民族的自己的一份子 去努力更加的现实 中国的改变 中国人的未来 只能由我们自己去努力实现 靠不上别人 至少我们才是主角 也只能是我们来充当这个主角 无论是在牺牲上 还是在收获上 都是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 做主角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那美好的照 我正在打 赛程还远远没有到终点 而当手的信仰 我的确守住了 朋友们 使秦 使勤 使勇 勿待 勿乎 共勉之 谢谢大家 上帝 上帝保佑你们 上帝保佑华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